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当你在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你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冰夫传说 影片做一部西班牙和法国合拍的作品 一开头有一句西班牙语 其实这句话是德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希尼采在《山凉的彼岸里面》的译文 影片里再也没有出现过西班牙语或者是法语 但导演用了几十分钟 像我们说了一个和西班牙法国没有关系 和尼采的话也没有关系的故事 我们的男主在战争时期厌倦了平时的生活 于是申请成为观测员到一座海岛上 寄天气水文信息啥的 这座小岛上就两栋房子 专测员专用小屋和一个灯塔 岛上也只有两个人 男主和灯塔老头 灯塔老头不愿意和男主说话 男主只能乱翻观测小屋里的东西 发现一本日志上写着诡异的内容 大致内容是不能爱上这个怪物之类的 里面有一个可疑的石堆 还有一个小城模型 到了晚上男主就明白这个怪物是什么意思了 深夜里一大群长相诡异的怪物来到男主门口敲门 男主怂的躲到了地下室 天亮后怪物就消失了 第二天晚上 男主找到一只强制弹药和可燃物来防身 怪物一来男主就疯狂射击 结果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而且男主直上下线 他放火赶怪物的时候烧了自己的房子 无漏偏方连夜雨 男主在雨夜里 狗在石头堆里瑟瑟发抖 没有了住处的他 只能去找灯塔老头 结果发现 老头在和一个母怪物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原来老头竟然和一个怪物结婚了 怪物怕光 老头晚上把灯塔的灯打开 怪物就不会上来 男主就在这里住下 之后男主得到了发戏后弹求救的机会 但是老头反对他这么做 有一天老头忘记开灯 结果怪物们马上攻击过来 把老头弄得半死不活 老头在告诉男主 水下有沉船 沉船里有炸药 还说一个炸药可以炸死一千个怪物 等一下 你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 男主去取炸药 遇到了怪物的攻击 但是老头不愿意把它拉上岸 最诡异的地方是 男主自己游上了岸后 老头拉了他一把 等一下 这个转换为啥这么生硬呢 老头怎么突然就愿意帮他了呢 最后男主拿到了炸药 但是老头阻止他 结果男主表示 推力出老头就是原来的观测员 现在爱上怪物 可能为了怪物杀掉了自己的妻子 所以不想离开 男主说你不是谋杀犯 老头马上痛哭流涕 让自己被怪物咬死 过了很久 新的观测员来到了这里 男主说以前的观测员死了 自己是守护灯塔的人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是里面很多细节 根本就经不起推敲 关于怪物的来历 老头的身世 全部都用对白里的忘记了 不想多说 一笔大过 看完电影 还不能把情依后果拼凑拳 让人一头雾水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